每年回老家都会去看望爷爷 今年比较特殊 一直到现在才有机会回去一趟 已经七十岁高龄的爷爷 正在度过属于他的晚年 虽然自己不能常伴左右 所幸的是身边有很多人可以照顾他 爷爷的身体依旧硬朗 强烈要求我去买点酒喝 这也是我们之间的约定 每次回来都要陪他小酌几杯 然后聊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情 这次也要和我谈到了人生 就感慨了一番岁月无情催人老 正在安享晚年的爷爷忠告我 要享老有所依 就要留住三个人 张爱玲曾经写道 如果把情感和岁月能够轻轻撕碎 扔到海中 那么我愿意从此就在海底沉默 你的言语我爱听却不懂得 我的沉默你愿见却不明白 其实当岁月和情感交柔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发现自己在不经意间就老去了 可真正能够留在自己身边的人却越来越少 可孤独却是老年人最大的敌人 一 围绕在你身边的家人 人老了之后常常会觉得很孤独 这时候只有家人能给你带来欢乐的家庭气氛 而且他们也是你最亲近的人 爷爷告诉我说 再好的朋友也不可能常常聚在一起 尤其是到了老年之后 能够见上一面并不容易 毕竟关系不像亲人那样长久 你之前断断续续遇到的人 很少会介入到你的晚年生活 另外能够围绕着你的家人 对你的爱一定会非常特殊 而你自然要学会珍惜他们 这样就会有人照顾你 让你的晚年有了最起码的保障 不至于凄惨到没人搭理的地步 把围绕在你身边的家人留住了 你的生活才会充满无限的快乐 也不至于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被人可怜 还能留下最起码的尊严 爷爷告诫我说 对围绕在身边的家人 一定要珍惜 尽可能地去理解他们 虽然他们会因为孝顺而不离不弃 但自己也应该让人尊敬 而不是以老卖老 别去伤害最亲近的家人 二 真正关心你的朋友 爷爷说 除了家人对你的关心和照顾之外 你的身边还存在着一群善良的人 就像是晚年的挚友一般 相互了解对方的感受 打心底 关心对方的身体 以及生活 老年之间的友谊 已经失去了勾心斗角 即便偶尔会斗斗嘴 但内心的情意 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彼此都向往一份陪伴 也不会觉得孤单 尤其是家人忙于工作的时间 自己也可以体验到另一种乐趣 爷爷说 人老了之后 难免会有一些孤独感 有些时候 就是想找个人说话 可年轻人又没有时间 这时候 那份难得的友谊 就应该被你珍惜 他们同样会关心和照顾你 而且也更懂你 老人别憋闷久了 身体和心理都会出现问题 虽然有了家人的照料 但闲暇的时间 也需要和了解自己的人度过 而最好的人选 莫过于一个真正关心你的朋友 三 健康的自己 爷爷说 人老了之后 最应该留住的 就是身体硬朗的自己 这样才能继续感受岁月静好 而不是在病痛中遭受折磨 把健康留在自己的身边 才能拥有丰富的晚年生活 而且身边的人 也乐于去照顾自己 否则谁会愿意照顾一个 病泱泱的老人 所以说 人老了之后 要多出去锻炼 多出去晒太阳 做一些室外的老年活动 别整天窝在家里 让自己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年轻的时候没坚持住的东西 现在有大把的时间去坚持 当然 健康并不只是看你的身体是否硬朗 还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俗话说 笑一笑 十年少 别再忧愁一些自己办不到的事情 让自己健康 就是对家人最大的安慰 无论如何 都要努力去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这才是老年人最大的幸福 一位七十岁安详晚年的老人 要想老有所依 就要留住三个人 最后的际遇 爷爷给我的三个忠告 我想更应该分享给现在所需要的老年人 而自己也会一直铭记在心里 或许 每个人所面临的境遇不同 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去改变现状 首先 去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其次 去尊重和理解围绕在你身边的家人 以及珍惜真正关心你的朋友 成此以往 你会发现 老年生活也会充满乐趣 也可以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 也可以去迎接更美好的生活 而不是静待岁月流逝 最终化为一场虚空 愿你的人生 从头到尾都会充满乐趣 接下来 是我们每日的别开生面小课堂的环节 今天分享的是 这三种食物 越新鲜越有毒 吃多了可能会致命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继续往下看 觉得有用 请分享给你的家人 朋友 我们平时在挑选蔬菜和水果 一般都是遵循 越新鲜就越健康的原则 尤其是水果类 越新鲜 口感越好 营养价值流失的就会越少 但是生活中有一些食物 新鲜时 是不能吃的 不然可能会导致中毒 这三种食物 越是新鲜 越有毒 鲜黄花菜 尽量避免食用鲜黄花菜 鲜黄花菜中 含有秋水鲜碱 经肠道吸收后 可在体内转变成有毒物质 引起食用者中毒 相比之下 甘蔽黄花菜 在制作的过程中 经过水蒸汽熏蒸 晾晒等工序 能够去除大部分的秋水鲜碱 更加安全 如果吃鲜黄花菜 一定要先经过浊水 泡煮等过程 甘黄花菜在食用前 最好也要浸泡一下 鲜木耳 鲜木耳里 含有一种叫做 普林的特殊成分 普林是一种光感物质 人在食用鲜木耳之后 经过太阳的照射 就会引发植物日光性皮炎 还可能引起皮肤搔痒 皮肤暴露部分出现红肿 痒痛的症状 而甘木耳是经布晒处理的成品 在布晒过程中会分解大量补林 食用前又经水浸泡 其中含有的剩余毒素会溶于水 使水发的甘木耳无毒 需要注意的是 浸泡于木耳时需要多换几次水 鲜腌菜 新鲜蔬菜都含有一定量的硝酸盐 在盐腌过程中 它会被还原成亚硝酸盐 浓度达到一个高峰之后 亚硝酸盐又渐渐被细菌所利用或分解 而亚硝酸盐有一定的致癌性 一般来说 腌菜中亚硝酸盐最多的时候 出现在开始腌制以后的两三天 到十几天之间 因此 腌菜最好要腌制二十天之后再吃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